今天让我们总结 如何从生命里面的伤痛困扣中做出来 在这之前给大家讲的方法 因果思维 过去的思维 知道这个是过去 不能改变 务实思想等等 远离 远离负面负能量之类的 或者是让自己勇敢地面对记忆里面的医学 这些种种的方法都是用思考的方式去达到的 是通过开发思索成会 信觉生命的真相 信觉因缘的真相 让我们能够走出这个苦 但这样的方法不究竟 不彻底 它只是用思维 佛都给我们吃吃地底的方法 是通过 修行 体正 禅所成为 看清生命的无常苦 无我的真相 看清人为的真相 看清 这个生命 精神现象 跟物质现象 以及他们的因 他们的元气现象 看清 他们这些现象 究竟明色法 究竟精神现象 跟物质现象 以及他们的因 这些生命 我们所谓的生命的现象 到处来 它都是无常苦 无我的 都是生命的 非常快 然后到最后 我们会把这些生命现象 放下 放下那个执着 放下那个执取 放下所有言耳 鼻舌 圣意的经验 放下经验 经验就只是经验 过了就过了 然后彻底的放下 当我们这样子 放下的时候 心就会转向 不胜不灭的灭 所以这是一条出路 不胜不灭 永远的远离痛苦 永恒的快乐 所以只有靠这个体正 正悟靠圣报 把内心所有的痛苦 尸体的消除 那在佛教里面 有四个层次的证物 一个是 虚陀还圣道 这次或者有时候 我们都讲 这个初过 当你站入 虚陀还圣道过后 将会成为 初过圣者 第二个证物 思陀还圣道的证物 这个圣道的证物呢 你也能够继续断一些烦恼 第一个圣道断除的是 我们的身见 我见 斜见 断除我们的疑惑 断除我们对错误的修行 的那种词取 的那个见解 摆脱 然后呢 第二个圣道 跟所有的欲贪 就是对这个欲界的这个贪求 彻底的断除 这次呢 生命的那个伤痛 就彻彻底底的被消除了 当然还有一些苦因 比如说我慢了那些 但是伤心啊 痛苦啊 那是真正的断除 而且这个断除 这种无余的断除 它再也不会生起了 未来再也不会生起 这些伤感啊 伤痛啊 悲恼啊 这些彻底的消除了 那如果是提醒 安安 罗汉圣道的时候呢 这个被这个轮回的支取 也都彻底的被放下了 那一阵接受 就不再轮回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 彻底底的解除 这个生命中的痛苦呢 我们要给自己 勇敢的修行 修什么 加强我们的 新的力量的修行 那是止禅 用我们开发出来的 新的力量 去看生命的真相 那是观察 那我们通过这个观察 我们能够 看清生命的真相 也看到生命的出路 能够摆脱这些苦 彻彻底底 一了百了的摆脱 无余的断除这些苦因 断除这些苦 然后从这苦苦中做出来 这是真正的克服 历经与伤痛的方法了 我看这次是过来的 产生命的 我看这次是过来的 再来的